大家好,我是导演鲍城志 现在大家对于他是谁的剧情讨论热度非常高 咱们来好好聊聊 报道解析明场面目后 海水局那场戏 张艺老师是怎么跟您探讨的呢 其实没有过多的探讨 因为也知道我们那个当时拍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嘛 那个水是特别冷 那个水渠里面的水虽然是我们自己灌的 但是也是放了挺长时间 也是确实是有点 我都觉得那个水渠真的是 要下去实在是太残忍了 我都不用去那个旁边 我的监视器后边看我都感觉 听说那个垃圾场是您的要求 一定要有那种强烈的视觉效果 其实本来没有那么壮观 对那个是那个垃圾场那个场景是 费了比较大的劲 听很多演员说 去那拍摄几天都吃不下饭呀 那导演您呢 一样 减肥了吗 您配备了哪些装备 毕竟在监视器那一待待一天 只能也就是戴着口罩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因为我不像他们还得真的在里边去翻找 我就经常会进到里边 但是呢 不像他们会在里边真的去扒了 这个还是不太一样 演员其实还是挺羡慕你们 说你们戴的是真正的能防护的 虽然薄但是能防护 他们那个 他们那是棉的 就那种棉的 戴了好几层 然后再戴这种那个那个现代薄的那种 什么N95啊N93啊没用 臭的就是臭的 人家戴的口罩是现在的专业的口罩 我们戴的得是那个年代了 其实就是一个纱布 根本就蒙不住 化妆老师 给我们准备的那个是剁和精油吧 还是什么在里面 那个棉布里面稍微抹了一点 可能还能盖住点那个气味 单凭口罩是盖不住的 因为那是那个年代的仿纱布 太不容易了 那拍摄的时候会影响每天的食欲吗 哪是还有食欲 这谈不上影响就没有食欲了 还好那会是南方的冬天 也得零上几度吧 那要是夏天的话 我估计那完了 惨了 他们那个只能是 可能能挡点灰成啥的 但是这个味道是 完全过滤不掉的 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 这个垃圾场的垃圾之壮观 但是对气味的感受 可能不是那么的感同身受 那导演您为什么一定坚持 用真实场景去拍摄这部分内容 为什么就是要坚持要用这些真的呢 就是通过这种真实 给演员带着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刺激和反应 然后才能够让观众 就是有这种 切身的这种感受 这过年期间拍的 下雪之后 对那是湖南最冷的那几天吧 最冷的那几次 这一段时间 因为那边 这个南方这种冷 真的是 就属于比较刺骨那种 还是那种阴冷 二哥地僵片被魏国瓶拒绝了 这个非常小的细节 既能让观众感受到 二哥对魏国瓶全方位的关心 又能体现魏国瓶想要破案的心思 强烈到不顾自己身体 这个细节正好 这个细节是 原本基本上就有的 哦 听奇葵说 这场戏他们在现场 即兴发挥打了好久 特有意思 但是现在没有呈现那么多 剪掉的原因是 这还是一个剧的 整体的一个节奏的这种 包括人物的情感 在这个点可能到那儿就刚好了 再多呢可能就会 你想从88年 然后到96年 前面那种压抑的这种气氛 这种魏国瓶带的这种负罪感 然后再到他今天这个状态 这个确实也想保留下来 但是呢也是就是感觉到这儿呢 可能再多就可能就对这个人物的这个 就会有点破坏了 包括也是从市场上考虑嘛 整个这一集市场上考虑 可能就只能是 虽然 很有意思 但也只能是只能是把最后那家给拿掉 有观众表示 张义脖子上一直围着毛巾 是因为魏国瓶心理上有割喉的阴影 咱们创作的时候有这方面的设计吗 我不知道 一个是他是不是故意设计 我觉得是挺正常的一个 挺常见的一个 还有网友好奇 为什么魏国瓶全程只露脖子 因为泡澡的话心脏长时间泡水里会很不舒服 所以大家会露肩 那个公共浴室也是我们最大的 那个可能是水是不够还是什么情况 当时现场的条件所以才只能那样 二哥范雷说 这场戏原定拍摄的当天 您看了水的透光度不符合效果 所以第二天重拍 您对细节要求好严谨 那个年代那种公共浴室 它那个水不会那么的清澈 有望里对的牛奶 然后那天对的时候 一下没掌握好量对多了 然后只能说改天再拍 饭和煎满 那基本上得半天的时间差不多 哎哟 你是干什么呢在这谁 谁 怎么回事 抽出什么线索了没有 线索马上就到 来 冒冒一下 刘湯这个道具是工作人员制作的 还是咱们演员帮忙做的呀 应该是道具来做 但是他们演案在现场帮了不少忙 到哪些演员参与了创作呀 三对都在吧 都是三对辛劳的结果 对 大家好 我是导演鲍成志 有我导演的他是谁 正在优酷热播中 请大家多多关注